摆扔摆重的视频原来是这样拍摄的 首先我们摆好支架 点开始 拍一个我出来扔瓶子的一个镜头 这里不管扔得进去扔不进去 我们都要转头回去 然后再快速的跑出来 把瓶子捡起来 再近距离的把瓶子扔进垃圾桶 扔进去后我们可以回来点三停 我们现在开始剪辑 点开始创作 找到提前拍好的视频 点添加 先关闭原生 现在来拖动视频条 我们看一下人物这里将要做动作的时候 点亮视频条点分割 把前面不需要的删除掉 然后继续拖动 看一下人物把瓶子扔在这个垃圾桶呢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点亮视频条点分割 给他做一个记号 然后啊后面不用删除 这里人物将要走进大门的时候 返回去的时候 我们要点亮视频条点分割 然后这里还是不用删除啊 然后继续拖动 人物这里再次扔瓶子的时候 当瓶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退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分割掉 把前面这些不需要的删除 然后看一下啊 瓶子完全掉进垃圾桶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我们要点亮视频条点分割 后面呢 这些也是不需要的删除掉 然后我们点亮这个视频条 找到功能键的切化中化 好 长拖住化中化 和这个分割点这样对齐 接着我们再点亮这个视频条 找到功能键的这个蒙板 点蒙板 然后点矩形 这样给它往下拖啊 好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上面的瓶子给它盖住 然后啊 再点击这个矩形 找到语化 语化度调到3左右 这样鱼化度会使画面融合的会更好 然后打对钩 再打对钩 来看一下效果啊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段视频呢 就剪辑好了 下一步就是高清导出 点亮到三角 分辨率不变 真率 码率 拉到最大 然后我们导出 一起看一下成天吧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